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全球危机总动员 大家好 我是永莹 好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呢 这武汉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最新进展 我们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在韩国这边 必须说呢 这一回 几整个疫情大成者呢 就是在新天地教会这边 成为了群聚感染的众矢之地 也成为外界关心的焦点 把28岁的教主李万希遭到首尔当局 过失杀人罪起诉 还首度召开记者会 甚至在记者会上面出现很经典的一幕 他直接下跪跟外界来道歉 但是呢 新天地教会的传造手法呢 被揭发之后更是引起了外界 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 比方说呢 这个教会 他其实除了会透过洗脑的方式之外 甚至呢还会跟信徒们收取很高额的会费 还会在一年一度的重要顺势当中 要求信徒不能够戴口罩 也必须要包着尿布 种种荒唐行径 让大家忍不住大骂 这根本就是一个邪教嘛 这回南韩的武汉肺炎疫情 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呢 快速的扩散 全境的几乎都沦陷了 除了对医疗体系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之外 其实想当然也会影响到经济层面 南韩大企业呢 像三星SK 都有陆续传出员工中标 部分工厂还有大楼都必须要暂时关闭 同时呢 南韩国内的消费也是跟着往下调 加上呢 其实每一个国家呢陆续都是对南韩寄出了这出入境的限制 让南韩企业在海外的工厂呢也是寸步难行 恐怕也会让全世界的供应链面临到危机 锻炼的危机 那么说到呢 南韩主要的出口呢 几乎都是属于中间财 要是产能不足将进而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像是捣鼓牌一样 南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恐怕会维持到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再加上仅是中国还有日本的情况 看上去都是非常不乐观的 中日韩三个国家刚好又占了全球经济大概是四分之一 因此呢 这一波疫情恐怕也会造成对经济的冲击 影响力会比大家想的还要来得深许多 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着大家把视野从韩国转到日本 我们讲到2020年2月底到3月初的这段时间 北海道的周末 无论是韩馆或者是这扎谎车战 几乎都是空荡荡 完全不见人影 那么当地的观光名圣 比方说像是圆山动物园 还有实际台 图书馆 甚至大大小小总共29个公共游泳池 还有体育馆 通通都是关闭 没有开放的 所以放眼望过去呢 其实这个冬天 北海道这边的观光圣地宛如死尽一片 在3月2号之前呢 北海道已经出现了77位患者 当中有三位死亡 北海道的知识 现年38岁的林木直道 其实呢 早在2月28号就宣布 北海道接下来进入到紧急状态 希望说呢 当地居民大家都不要外出 我们说到根据这北海道呢 当地的观光局调查发现 其实光是2018年的这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已经超过了整体300多万的旅游人次 整体收益更是上看741亿日币 那么当中呢 其实旅游人次最高的 我们特别放了个小皇冠就这边 韩国来到了73万 中国的游客也有71万 台湾这边呢 其实也是有来到73万位居第三名 甚至就算是第四名的泰国有来到23.5万 所以你看到北海道不论是从东北亚到东南亚 观光客都非常爱去 另外一个资料显示呢 2017年的时候 其实在北海道这一边 你看到这海外产业的比重 前往世界各地外派或者是去工作的人当中 前进中国的就来到25.9% 另外呢 去美国 越南或者是泰国的 则分别是落在8到9%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 换句话说呢 其实非常多的北海道人 滞留在中国 这疫情最为严重的重灾区 可以说真的是祸不担心 眼下欧洲各国也都是纷纷沦陷 重灾区在意大利这边呢 其实确诊的病例数已经突破好几千起了 甚至呢 死亡人数呢 更是不断在攀升当中 法国的罗浮宫更是因为疫情呢 宣布要紧急关闭 观光产业可以说是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各地的超市呢 其实放眼望去都是人 而且物资呢 通通都被大家抢光光 就连着北欧的冰岛 爱尔兰 卢森堡 都分别出现了确诊的患者 观光大国 西班牙这边的感染人数 也都在不断地刷新高 到底该如何彻底地防堵疫情进一步地破散 恐怕也成为各个国家眼下的最大难题 疫情不断扩大之外 我们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这边疫情也在不断发炉 现在确诊人数都在往上直线攀升 去华盛顿州还有佛罗里达州 加州都纷纷进入到紧急状态了 但你可以说呢 其实现在川普呢 似乎对疫情依旧是老生在在 甚至还蛮乐观 很淡定 多次表示呢 自己的政府防疫呢 是做得非常的好 还自夸呢 这防疫动作非常的快 可是因为太过骄傲 所以现在被麻烦 甚至还曾经夸口说 现在美国都还没有出现死亡病患 没想到呢 隔没多久 美国马上出现了首起的死亡患者 好 美国现在已经有突破上百起的确诊案例了 而且疑似还出现了社区的大规模感染 为了显示出抗疫的决心呢 川普余叔夫把他去年第四季的薪水 统统都捐给了卫生还有公共服务部 总金额是高达十万美金 折合台币三百万用在防疫工作 我们非常好团 我们有很高兴趣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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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美国在美国没有死亡 没有死亡 我们跟这个病毒有很严重 我们在这个国内非常非常受控 我们在这个国内也非常受控 我觉得我可以说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也受控 我们国内也受控 都是挖雷弹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救死幸免 我们说到伊朗呢 因为疫情死亡率 在不断地激增 也是全世界疫情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且当局呢 好多好多名官员 先后陆续是感染上了 这款病毒身亡 伊朗最高领袖 顾问 还有附范蒂冈大使等官员 大家都是陆续确诊 而且不幸死亡 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两位 其实都是中标之后 过没多久就不幸死亡了 还有包括23位的国会议员 大家现在内心呢 都是非常的忐忑不安 伊朗也传出了 目前全世界 感染最高的层级的官员 他是谁 他其实是这个国家的 副总统艾布特卡 他也是确定感染了 而作为这伊朗 整个政府最高防疫的 卫生部副部长 面对外界 好多好多的职业声浪 他坚决就是不要封城 甚至还说 这媒体报道的一切一切 都是假新闻 没想到过没多久 自己随即也被确诊 是中标感染上武汉肺炎 其实除了您看到 画面当中的伊朗之外 接下来法国这一边 疫情也是非常的严重 比方说呢 这两位市长呢 也是陆续跟着中标 他分别是上萨瓦省的 还有瓦兹省的市长 这两个人 现在呢 同时间也是感染上了 武汉肺炎 据外界比较关心的 还有这一位 你看到南韩总统文在寅 在2月25号的时候 前往疫区 大邱这边来开会 其实在开会现场 有官员已经在被隔离 甚至还有中标的 一度也传出呢 文在寅也是被隔离的 后来呢 原来发现这一切 都是虚惊异常 在伊朗境内确诊 人数其实已经飙破3000人 而且在伊朗 有非常多的高官 包括呢 一名副总统 一名副总理 还有一名副卫生部长 跟5名的国会议员 都染病 伊朗媒体呢 跟报道说 一名议员当选人 已经因为武汉肺炎 而不幸丧命 由于整个疫情 看起来还会烧下去 伊朗国会呢 日前也宣布了 其实国会所有的活动 将会无限期的暂停下去 包含呢 预算审查 还有会议 通通都喊咖 只不过转化一下心情 虽然说呢 现在是碰上了 全球疫情大爆发 但2020的巴黎时装周 依旧在3月份的时候 如期举办 香奈秋冬大秀呢 华丽登场 甚至呢 参加时装周的人 其实大家都有跟上时事 有些穿上了 全套的防护衣 或者是直接把口罩 也当作是 自己的造型配件之一 那么新闻最后呢 带大家来 一块来看看 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 全球危机总动员 我是永莹 我们下回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